問一下大巨蛋,因為昨天大巨蛋合作你讓他的建造變革,那現在即將要復工 那現在大家會覺得你的態度跟五年前是完全不一樣的 大巨蛋是這樣啦,這個也是大事的 第一點,真正要發建造給他,重發建造給他,我們一定會開記者會再詳細說明 這種事情也不是現在都賣最終的,我們一定會開一個完整的記者會,把來龍續賣說明清楚,所以大家很用心 但是大家現在只是你的態度變了 態度也沒有什麼變啦,第一點,我們從頭到公安的標準有改變,氣象公安標準,還是看能夠通過哪個 也在這個氣象公安標準的狀態下,我們一直去選舉解決 比方說啦,防火區化,限制人數,還有一個大巨蛋到合金的館之間那個地價要抽那個翻炸,增加他的資產的那種物件 我們還是這樣啦,我們是務實的解決這問題,既然他已經在那裡,一時間點我們不可能去把它拆掉,那就只要把它弄到安全 另外一個還沒解決的,議約啦,所以我們也保留說在真正發死照之前,還是要解決這些議約的問題 所以不可能讓他們臨權立足嗎? 但是我覺得這樣,最公平的方法是用超額利率 其實是這樣啦,如果明年的利率都不知道,你要預估未來五十年到七十年的獲利,這坦白講這也不可以 所以應該先講好就是說,如果有賺錢的話,那怎麼膨脹 我想這樣是一個比較,其實這個過去,過去台灣在做VOT,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這種超額利率的這種制度 搞到後來不是負太低就負太高,啊後來就是,其實後來就變成鎮商勾結的產業 市長,現在有這個,市長院子儀跟你先拚募工,然後趕在任內前完工,是要反正的事情嗎? 我跟妳講喔,其實大巨蛋已經扣五年了啦,到現在怎麼做都可以去政績啦,這個來講就是善後,就是把一個問題解決掉 上記述規則97127這兩條大巨蛋還沒有符合規定,那在這個情況下發建造是不是會有問題? 97127喔,這還要在,有些還要拿到台灣電池公司去處理 所以是這樣,建造只是說它可以開始回復去施工,但是也沒有保證它可以使用 因為它還要解決97、97的問題,所以事實上發建造給它只是一部分的過程 這個大巨蛋要正正開門,沒那麼簡單的,還有都是要做的 但是現在有議員認為,就是說你們其實都是在配合遠雄,而且遠雄之前就已經有透露說會復工 這是這樣啦,這個是這樣啦,我現在做法是這樣,反正全省在都省,我們都是公開透明,就是廣日是透明 所以老實講這也是解除我們市政府這邊的要領,而且我們在環評的時候,所有市府的代表全部要退去 全部是純粹是民間的代表在審法,所以透過公開透明你知道,全民來審法 這樣的話,我這人在這種條件之下,也不太可能去什麼,什麼復航啊什麼困難啊 市民公五年為什麼外觀是越來越完整? 這個一樣也要說明啦,當年停工以後,法院有說,為了房子崩塌啦,補持啦,還有喪禮 所以他有14項那個,跟公安有關的工程可以寄進 所以這14項公安的工程,事實上是他公會有審核通過 所以目前在蓋的這些都是,法院有任何可以繼續施工,他是為了工地的安全可以施工 這個火火慈悲,阿彌陀佛 好,謝謝大家,謝謝 所以你這樣可以馬上,他這樣算是超級黨派了嗎? 不知道他還要加一句,勸誘台灣了嗎?